你知道什么是石棉吗 不知道 是建筑材料之一 是防热 在家屋顶或者在长生间隔队那些 已经消失了很久了 政府都说是疾癌的 对肺有害 石棉这种物料 你可能有听过 也可能知道它的用途和风险 虽然石棉 已经在香港全面禁止使用 不过在我们身处的社区 依然可以看到它的蹤影 石棉是什么 石棉是多种天然纤维状 硅质矿物的种称 包括铁石棉 青石棉 和温石棉等等的矿物 石棉对健康有什么危害 石棉可以分裂成非常幼小的纤维 在释出之后 石棉纤维可以长时间浮游在空气之中 被吸入的石棉纤维 可以多年积聚在人体里 暴露在石棉纤维的环境 是可以引致石棉沉着病 尖皮瘤和肺癌 社区里面 到底哪里可能会有石棉物料呢 现时制造的所有产品 都不包含石棉 不过在80年代中期之前 轻建的楼宇里面 可以找到怀疑含石棉的物料 例如用来覆盖屋顶的 波纹水泥瓦片 所以大家是不可以凭外观 或者颜色去确定 这些物料是否包含石棉 所以比较安全的做法 是要提高警觉 将所有可移物料 视为含石棉的物料处理 除非有关的物料 已经经过由注册石棉顾问 证实为不含石棉 除了危害健康 假如处理不当 还有可能会违法 如果需要拆除处所内 含石棉的物料 就要按照法例处理 拆除含石棉物料的搭建物 例如含石棉的波纹水泥瓦片 一定要按法例的要求 由注册石棉承办商进行 还有在动工之前 最少28天通知环境保护处 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还要通知劳工处 要小心处理石棉物料 才可以预防石棉相关的疾病